本影壇在電視電影 舞台劇 廣播 歌唱領域 活躍 當然這一次來台灣不僅擔任金馬電影大師課的講師 也深入了剖析如何切換演員 導演的身份 精采地演繹出各種角色的複雜心境 並且將他40多年的表演生涯累積無私地分享給台灣的年輕電影工作者 當然他今天會擔任今天晚上的頒獎嘉賓 也為我們今天金馬獎更增添國際星光的風采 你好 您好 您好 這邊請 您好 您好 首先是不是可以請他 因為昨天在記者會上面有秀了超厲害的中文 是不是可以先幫我們第一次 在我們的星光紅毯上跟大家打聲招呼呢 大家好 我是黑木棟 哇 大家掌聲鼓勵 是 當然昨天有特別聊到這次來金馬獎 很希望可以跟張震跟張愛佳合作 因為您本身也是導演嘛 那張愛佳也是 有沒有可能未來真的有機會 可能可以看到兩個女生之間的一些互動跟合作呢 真的很期待看到這樣子的一個作品出現 所以我希望會有各種挑戰 那我很嘗試做各種挑戰 所以有機會的話真的很想要合作 哇 所以我們以後真的有機會可以看到黑木棟小姐來到台灣拍戲或是倒戲囉 好 我什麼意思要跟人家雅骨說故意要一次約定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是 謝謝 來 聶軒 因為黑木棟在影壇上的地位是無庸置業 當過導演還有表演都非常好 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 想要從事電影表演的新演員一些建議 我覺得要長久持續下去 我覺得就是要長久持續下去 好 堅持就對了 嗯 受受受受 受受受受 對對對 對對對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要幫所有的女性朋友們來詢問 因為我們從97年的施樂園 意識到02年的鬼水怪壇 您到現在都完全沒有變 是很動靈的狀態 可不可以想請教一下身心靈 到底應該怎麼樣保安可以像您一樣年輕貌 沒有什麼事 他說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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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作品 演出 真的讓大家看過 大家以為 平衡和笑話 反正的力量 我覺得我的秘訣就是演出非常多的作品 然後從觀眾的身上 得到能量 然後這樣才能保持我的狀態 是 大家一定要像黑木桐小姐一樣 保持身心靈的愉快 當然這次真的很感謝您到台灣 共襄盛舉我們的金馬獎 馬上我們就要進入到現場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的黑木桐小姐 請務必要鎖定我們今天的頒獎點 因為她是頒獎嘉賓 當然這個過程要看我們的台視頻道之外 在網路方面有買Videos 獨家補助 Line2Tay 共同轉播 我們要請倒數了好嗎 馬上進入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味道 海右 2 2 上面 從 裸 是 执委会主席李平斌 大家晚上好 我是金马奖新任主席李平斌 谢谢 谢谢 很荣幸 谢谢 很荣幸接到这个服务电影人的任务 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好 欢迎大家今晚 丽临第5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现在我们交给主持人 欢迎谢盈轩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请主席就座 四个礼拜前 我从相同的位置 一站上舞台就闯了大祸 今天我决定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报告主席 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讲任何一个 英文单字 欢迎大家来到第59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小的时候 金马奖颁奖典礼 对我来说是个星光异异 精彩的晚会 长大之后 看金马奖 会为了四面八方 齐聚一堂的影人和艺术家们 在电视机前感动喝彩 神奇的是 后来的我 以演员的身份 和金马奖有了连结 而今天 我居然能够站在现场担任今年的职日生 今年的金马奖 仍然有很多让我尊敬的熟悉面孔 例如两位重量级女性影人 罗卓妖导演 还有许安华导演 当然 还有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宾 黑木桶女士 和四肢玉和导演 那在现场 我也看到了 让我非常崇拜的神仙级演员 有我们的张爱佳张杰 还有黄秋生大哥 他们今天是以演员教科书的身份 不 是以演员圣经的身份 来出席今晚的典礼 欢迎两位表演老师 那金马奖 不只是见证神仙演员夏凡的时刻 也是陪着我们见证成长的时刻 我们看着准影帝张孝权 还有在国际和华人影坛 发光发热的李纯 还有新科导演柯震东 他们一路在电影的路上 蜕变茁壮 而且越加的重收 恭喜三位 也祝福三位 那更让我感动的是 今年有好多第一次 角逐金马奖的演员朋友们 有我们来自新加坡的 洪惠芳女士 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阿爵士郑东焕先生 还有泰亚族的亚基 林詹真妹女士 还有票房破译的咒 女主角蔡轩燕 还有男配角高音轩 和窄露围城的袁李玲 他们都在各自的角色上面 有非常动人的演出 欢迎所有金马星人的到来 时光回到了1985年 尤安顺大哥 演出了他的第一部电影 《童年王室》 而俗尼养成绩 陈嘉玲的阿玛丽音姐更早 在1983年的时候 演出了侯孝贤导演的 儿子的大玩偶 正式踏入电影圈 39年之后 他们依然坚持着演员的身份 今年 双双首次入围金马奖 恭喜两位前辈 金马奖是个开放 拥抱各种可能的地方 对于观众来说 它是一个重要的导航 透过好电影 我们听见看见不同地方 不同角落的声音与故事 而对于所有的影人来说 它就像一张神奇的魔台 一年一度 带着目前幕后的创作者们 同聚同欢 彼此激荡 毕竟金马奖 是所有影人们的憧憬 当然 也是所有演员们的美梦 亮着太遥远的彩虹 哎哟 是哦 我要唱歌咯 可能来自小胡同的 她看不懂 她能够让我感动 谁管她红不红 她知道自己悠悠 谁管她穷不穷 到底她的过去 她的未来 成功不成功 没人懂 管她偷偷不偷偷 有人这样努力 我只觉得光荣 我偷偷不再偷 能当上成的游戏无头 我偷说的没有用 海洋没有用 我依然很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歌颂 怎么有人被感动 不拒你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观众 傻傻用 管她偷偷不偷偷 有人这样努力 我只觉得光荣 我的偷偷不再偷 你的工作 从就有事无头 我偷说了没人懂 爱人没有用 我依然没有用 我想什么没人懂 没有人歌颂 总有人被感动 不拒命的演员 不管有没有欢愁 傻傻弄 她傻傻弄 les wir light 都无偷 还是发现 懂得尽 Kle printer 从这些伙艺 是 还是 水 tub 关销器 留得在这里耐着 有很多时间去想 究竟自己想追求什么的生活 我们得快出这段时间 你们相信祝福吗 只要你相信 就能够改变事物的结果 将来一直以来等待 都超级纸 男人就是他人 这是我新频道的第一支影片 看镜头呢 我们一起看镜头 没问题 你也没问题 没问题 我真是感情 出去了 别 别 别说 别打我 别说飞出来了 知道这个社会上 有多少人有关 早期的价格都没有了 准备晒动 六年前 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 你们不要过来啊 你们不要过来啊 是把下面的龙母 你感觉神明感觉给我们这个街道三感鬼 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鬼 或是有没有神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这世界的形状是由你决定 所以我想放心要找找到我们学义的人 不管你做不做的感觉 找你也有趣 你亲自的感觉想等 你感受这个感觉 不用怕我又等你了 我都自帅人了 不用担心了 你妈妈三个中 永远都是个小孩来的 才知你 爱我 太心的时候 做大心的笑 年定所以 年定会令我更快乐 又 holder 尽快 奸来 我放拍 那 是 pointing开始 它们不 always看到我们 de 不过不要紧 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對方就行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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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要先恭喜你 入圍最佳新导演 是 谢谢 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 可以跟柯导合作一下呢 其实我真的 当导演之后 我真的最想合作的演员就是你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 如果能以导演的身份跟你合作 然后让你在退休前 入圍你出到二十几年来 都没有入圍的金马奖 我也非常荣幸 是 其实呢 我也不急着要入圍还是拿奖 你看前年苏芳阿姨 她也是入圍 然后拿奖 所以我觉得 随缘 做我们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对 我们就继续好好拍片 好好演戏 然后好好说故事 但是一个电影的开头 一定是剧本 所以 我们就看 入圍的有 最佳原著剧本 祖神经灵 一家子儿姑姑叫 陈杰瑶 谢慧金 哈永家 幸運了遇到我們的鄉長大人 鄉長大人一定會比福的精神啊 劉國瑞 白日青春 何淑明 王心如 花露阿祝媽 張哲薇 柯夢榮 咒 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 得獎的是劉國瑞 白日青春 恭喜 白日青春是馬來西亞導演劉國瑞 在香港自編自導的首部劇情團片 將移民與難民遭遇到的生存困境 以及父子之間無法親近的溝通難題 結合的天衣舞縫 首次入圍金馬 就獲得評審團的肯定 念 念錯了吧 真的沒有念錯嗎 我 我真的沒有準備最佳原著劇本耶 謝謝金馬獎的評委 謝謝金馬獎的評委 頒這個獎給我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因為這個劇本其實是我自己寫了蠻久的 然後中間其實有很多個編劇顧問幫助我完成這個劇本 然後我想說第一個 認可這個劇本的是在北京的劉佳穎老師 我在HAF參加那個工作坊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認可我的劇本頒給我一個獎 然後陪我一起完成最初的集稿 但是這幾年疫情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所以謝謝劉佳穎老師 然後後來也有很多編劇顧問 包括在西班牙的Galbeto 然後法國的Jeremy 其實他們也幫助我 還有台北一隻眼導演 你也幫助我改過極高劇本 謝謝你們 最後謝謝我的電影公司 他們投資我這個電影 然後因為我很任性 做了這個非常難做的電影 然後還有我的監製們 他們一直都很支持我 然後最後謝謝我的家人 他們一直支持我做電影 我出生在馬來西亞 然後我到了香港 然後自己一個人偷偷地做電影 從來沒有跟他們講 當然他後來知道了 但是他們一直沒有阻止我去做電影這個事情 然後還要謝謝我的未婚妻 然後他一直非常支持我 然後謝謝大家 我們請接著來頒發最佳改編劇本獎 我們來看入圍的有 最佳改編劇本 杜振哲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謝謝 歐健兒 陳君倩 致齒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得奖的是 欧建儿 陈军倩致词 曾以PTU 柔道龙普榜及夺命金 三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的 欧建儿 这是他的第四座金马奖 陈军倩则是首次入围 首次得奖 谢谢所有评审 谢谢居主 还有就是 谢谢所有观众喜欢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 欢迎 许光瀚 王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晚上好 呃 我们要颁发两个奖项 首先要颁发的是最佳新演员 呃 拍电影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 呃 今年也有许多张迷人的新面孔 同时他们也带着不同的表演能量来到了金马奖 在他们的演出中 我们也看到更多不同的表现 今年五位的入围者 有创下金马新人 最年轻入围记录的黄欣廷 以及泰雅口黄情吹得非常厉害的 泰雅族少年张祖军 还有风靡无数少女的学长周星哲 跟在巴基斯坦出身 香港长大的林诺 最后一位呢 是他同时还要入围本届的 最佳男配叫胡志强 王静 你有入围过最佳新人吗 没有 我也没有 好 那我们来看他们精彩的表演 最佳新演员 胡志强 一家子儿姑姑叫 黄欣廷 周 张祖军 哈勇家 周星哲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真爱自己来等待 都超级值得 林诺 白日青春 那我们就来揭晓 最佳新演员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胡志强 一家子儿姑姑叫 胡志强 在一家子儿姑姑叫里 全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游走在黑暗边缘 极具野性 极充满爆发力的演出 吸引了许多目光 一举入围本届新演员 及男配角两项大奖 文字赞成员 谢谢金马奖 然后也谢谢评審的肯定 谢谢导演当初信任我爸 小虎 就是交给我 让我可以诠释他的人生 其实每天拍摄完 我回家都觉得 自己像被整一样 在找那个整人节目的摄影器在哪里 能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 这是我的荣幸 我想谢我的家人 然后一直支持着我 然后也谢谢我的室友 姿亚 湘化 湘文 因为我们都一起生活 然后他们包容我的一切 也谢谢鼓叫全体工作人员 今天没有你们 没有小虎 我要谢谢 台北艺术大学 然后 我还谢谢我的老师们 华谦老师跟香吉老师 他们带我认识的表演 让我知道什么是表演 让我可以在生命中 不断地认识自己 然后我要谢谢我的一群好兄弟们 他们今天又来现场 然后也有在电视机前面看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然后我要谢谢我的书画团队 广光 温地 还有傅孟柏 我今天能穿这样子人模人样 都是脱他们的服 现在有点当机 谢谢大家 接下来呢 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视觉效果 让我们来看看入围的油 最佳视觉效果 杨敏捷 灯火阑珊 严正清 黑的教育 林佳乐 何文洛 刁警委 智齿 黄敏斌 谢孟臣 卢冠松 李哲成 咒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 得奖的是 林佳乐 何文洛 刁警委 智齿 林佳乐曾以夜问三入围金马奖 青年获邀成为美国影艺学院 去投票资格之奥斯卡会员 何文洛曾以扫毒二天地对决 获香港电影镜像奖最佳视觉效果 标警委参与电影作品有 林佳乐 无双 怒火等 这是他们的第一座金马奖 谢谢金马奖 谢谢电影公司 谢谢所有参加支持的 每一位工作人员 谢谢我的家人 谢谢我的朋友 谢谢各位 谢谢 我现在要谢谢金马奖 大会的这个展 然后我要谢谢 所有支持的工作人员 幸福你们了 还有我们公司的同事 谢谢你们 最后就是我的家人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 今年入位14项金马奖的智词 导演 导演郑宝瑞用黑白影像 说了一个在香港巷弄间的故事 所谓的长大 是长了智词 还是拔掉智词那一天 主角展哥是个警察 女主角王陶或许是个罪人 但在电影里面 我们无法用黑白二元去论断 毕竟面对生命的无常与作弄 生而为人 我们都在寻找救赎 画面里面看到的 或许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香港 看似被架空的万恶之城 却可以是人性弱点 被无限放大的地方 你可以从灰暗的色调里面 隐约闻得到社会底层 潮湿 带点血腥的气味 而电影里面不断出现的 垃圾场场景 究竟是谁的天堂 又或是谁的地狱 你说个谁啊 我觉得有执行 有枪 我不想同流变成犯人 你尽量没办法 我不是尽量 我不是尽量 我是尽量 我不是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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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覺得我們兩個可不可以拍一個紀錄片 紀錄片 叫做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戲棚腳騎腳踢你的 好不好 我覺得不太妥當耶 這紀錄片一拍下去 馬上人家就知道 你有八九年的時間都沒有接到任何一部電影 是 甚至連客串都沒有 對 那人家也會知道我有十三年都沒有碰到電影 比我還慘 我甚至連路人家還秉聽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忠措很久的忠措生 是 難道名要叫做迷途知返嗎 對 一家子兒姑姑叫 不是 林四三 哎呀 好啦 別鬧 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的有 我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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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紀錄片 他就說一個人一定要有個運動 大俠胡金權 你有那個目標呢 不管你做不做得到 你到朝年你也要去 人生要活得精彩就是武俠 他就是個武俠 神人之家 你到朝年我願意 グ excellence 這個基道仇斤 酒槍 這下 我能取名酒槍 優惭知道 沉默呼吸 得奖的是 第5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得奖的是 酒枪 本片以越南移工阮国飞命案为背景 透过交错的拘捕画面 访谈 报道 点书文字 重新建构其生命轨迹 导演蔡崇龙 从多方角度探讨台湾的移工处境 试图梳理悲剧背后更为庞大的结构性问题 力道十足 好紧张 大家好 我是阮金红来自越南 谢谢 今天得到这个奖 然后站这个位置非常关荣 代表越南人就是非常的骄傲跟开心 那当时我有很多话要讲 但是我今天就是想要讲阮国飞他家属传达的话 所以我可能要用正念 然后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请大家多包涵 谢谢 阮国飞的妹妹阿草 她跟妈妈讲说 妈妈 哥哥的纪录片已经完成了 你想要讲什么话吗 妈妈就哭了起来 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纪录片 让所有的在踏山工作的移工们可以健康平安 永远在也不要有发生这样的案件了 我从头到尾处理哥哥的后事 直到送哥哥的骨会回到越南 所以我很清楚他是怎么使的 很心通 我很紧张 我很爱我哥 但是我来不及到现场救他 人家通知我也太晚了 如果我来得及到现场 也许他不会嗜血那么多而往生 我哥哥的事件 他有对有错 但不能应该这样子让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希望政府及台湾朋友们 了解我哥哥为什么落入这样的状况 不需要这样连打一宫九香 太紧张了 警方在哪一个位置开山 我自己很清楚 因为不想让爸爸常痛苦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和解了 让他们不要一直想这件事情 时间过了五年 目前我在新加坡工作 知道爸妈在家乡健康 我就安心了 我哥是一个善良的人 非常有爱家人 爱爸妈 如果爸妈有看到了这个纪录片 会很心通 我想代表我哥哥看着好了 因为这是一辈子的相通 希望一切都过去了 我祝福我哥在天堂会更好 很荣幸能够得到这个情理之内 意料之外的大奖 不过坦白说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引以为傲 为了反映移民移工在台湾没有话语权的情况 导演放弃自行发言的机会 又制片配偿我来带为发言 首先谢谢金马奖的 以及金马执委会 还要评审团的肯定 然后移工议题终于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 也谢谢提供第一桶金的国议会 不离不弃的超强伙伴 以及拍摄中出现的贵人 当然还有惊鸿宇珍 约在家义工 以及台湾友人的爱心支持 我们拍摄这部片的最大目的 是希望阮国飞的死是有价值的 就像当年唐医生的事件令人痛心 现在越南青年阮国飞的悲剧也不应该被遗忘 他们的生命跟我们一样珍贵 福尔谋杀台湾除了原住民族 所有人包括我 都是华人移民公祖先的后代 我们是从殖民地域火重生的新兴岛国 不应该排斥任何抱着希望来到这里生根 或工作的外来族群 请记得我们是小国小民 也是好国好民 对不起 还有我自己的 很荣幸能够和神人之家 还有其他的作品一同入围 谢谢滋养我的Cnex 公共电视以及机工会 然后谢谢我的家人还有我先生 支持我的工作 跟着我一起搬到南部 谢谢我的小孩 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不仅你眼里的光 九强是集结众人之力 才来到华语电影的最高殿堂 我们的剧组就像家人一样 彼此陪伴了四年 期待这样子的团体工作拍摄方式可以被延续 陪伴纪录片工作者不再感到孤单 这是一个会发生奇迹的地方 谢谢职委会 谢谢金马奖 然后11月25号神人之家上映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 因为他也是我做的 谢谢 第59届 最佳记录短片 这是去年的才新增的项目 好 我们来看 入围的有 最佳记录短片 当我望向你的时候 黄树丽 黑墙 卖海山 我在香港都是做不到 你要走了 亭中有奇数 曾威亮 一边猩猩 一边猩猩 一边海浪 廖克发 打光 质疑 最佳记录短片 最佳记录短片 得奖的是 当我望向你的时候 黄树丽 当我望向你的时候 是导演探寻内心深处的 私密影像日记 在传统社会价值 与追求真实自我之间 以一场与母亲久违的对话 寻求接纳与爱 本片曾入选 今年坎城影展影评人周 并获得酷儿金棕铝奖 谢谢金马 谢谢评审团 谢谢 我想感谢出现在我片子里的朋友和家人 想感谢我的工作伙伴 我的声音设计来自法国的Nicholas 还有我的大学同学近期 我的剪辑YangYang 还有我的发行团队Flavio 感谢你们忍受我的不靠谱和任性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母亲 她以她的方式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予了我 这部片子献给她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的幸运 有更多坚持 更多更有信念 更有天赋的电影人 值得站在这里被看到 完成这部短片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我的摄影机到底 带来了什么改变 我家人的生活 还有这个世界有变得更好吗 我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感觉到惭愧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恐惧了 但是我相信 相信我们内心最柔软 最深处最柔软的东西 我相信爱能战胜恐惧 希望大家都能 都能一直坚持拍下去 希望大家能够一直诚实地面对世界 面对自己 谢谢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 欢迎 黄信尧 大家好 我是阿瑶 很幸福 今天你有这个机会 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要感谢一个人 我的诺书 张兆棠 张兆棠 身为他的学生 我们都喜欢称呼他老张 老张非常的酷 念台大土木 却跑去电视台当新闻摄影 他是国际知名的前卫摄影艺术家 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的作品影响了许多电影的 后背 像是钟孟宏导演 杨丽州导演 各有兄弟阿瑶阿 张老师 不好意思 我真的有点激动 张老师和许多的朋友 一起创立了第一届 第一届的台湾纪录片影展 在那台湾纪录片贫瘠的土地 注入了风云的养分 张老师不只自己创作 也不断地提膝厚进 2016年的时候 我去找张老师 我说老师 我要拍剧情片了 我要拍我的大佛普拉斯 张老师只有笑笑地跟我讲说 阿瑶 创作不要太工整 这句话一直不断地在我心里面 晨亮发酵 一直到现在 我在任何创作的时刻 总会想起张老师的这句话 张老师就是一个如此温柔的人 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严肃的题材 我们可以透过自己不断地努力 拍很多作品 不断地参加金马奖 角逐金马奖 甚至获得金马奖 可是金马奖只有一个奖项 你必须要用你的一生 不断地去创作创作再创作 你才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个奖 就是金马奖终生成就奖 我今天非常高兴 第五十九届 金马奖终生成就奖 颁给我的老师张少棠 很多创作 现在看还是追不上 所以天才才走得 既比大家快 又比大家好了 他跟黄秋元一起挥动的芬芳寶导 并不单只是记录一个表面真实 而是影上的纯粹精 他是一个前卫的影像艺术家 即使影像的代表 在男艺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就选了张少棠老师 带给我的就是不要局限自己 他可以说是前新电影的一种在野影像 在矿区里要开山披露 居甲不回 却不是简单的学 恋恋风城里有一段是引用张老师拍的矿之旅 你从这些影像的映照里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是互相影响的 那这跟新电影的精神或气质 其实是可以契合的 台湾新电影刚起来之前 他继续在忙着他的一些社会关怀 不然的话 他可能跟杨泽生和何孝贤一样 也会变成台湾新电影的大师 他后来推动电影展的文化 到教育的开展力量 一步一步地为了电影 做出很重大的贡献 金马奖第一次颁给纪录片的创作者 之前没有任何纪录片的导演得过讲实 倒没有 那我总不好意思 去扯文天洋老师后腿 说那是金马很瞎 金马奖很瞎 对啊 金马奖很瞎 没有 应该这样讲 我跟老师说明一下 其实那个中生成就讲 不是由博文老师 也不是由评审团 他其实是由金马的职委会 对嘛 就是这样的事 其实身为张老师的学生 那我在应演同学麦娜斯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找张老师来看 然后看到张老师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 交到我这么多的老师 然后我今天有机会把我的作品 放在这么大的荧幕 这么大的听请他来看 我就是很想谢谢他 那没有他的栽培 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机会 我好像讲得有点激动 然后那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我想要在台上感谢他 然后我问说张老师 不知道有没有来 可是他一直很害羞 他就是不举手说他到底住在哪里 那这次张老师为什么不想出来领奖 他就是一个很叛逆的老人 但还是很恭喜他 很作为他的学生或是后辈 都很替他感到高兴 包含中生成就奖 明明是他的奖 他还是想要坐在台下 而且他现在都拿手机牌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身旁有人拿手机牌 就要注意一下 说不定就是张老师 第59届 第59届金马奖 中生成就奖 得奖的是 我看一下名单 没有 它只是一只猫 张老师就是这么俏皮 张老师 你真的不上台吗 你不上台的话 我就跟杨丽说导演 把你的金马奖棚分 好 那既然你不上台 那我就邀请张老师的大弟子 曹文杰导演 来帮忙领这个奖 张老师 张老师 诶 张老师神龙见首不见尾 那么他现在不晓得躲在哪个角落 在 好 好 因为我后来良心发现 应该还是要把奖项给张老师 好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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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都有ede 学习了一辈子影像创作 学习一辈子纪录片的学生 我真的觉得这个奖 颁给张老师是实至名归 我更认为这个奖 其实是我们大家感谢张老师 感谢张老师为台湾的影像创作 贡献了一切 那么接下来是张老师的谢词 我一定要看着稿子 你也不能念错 好 我要谢谢家人长期的支持陪伴 纪录片工会的提名 与金马奖的肯定 仅将此奖献给台湾所有的纪录片 与即时影像工作者 并感激一路走来 共同努力的所有伙伴们 前两天是张老师的生日 希望大家在这里 可以一起祝福张老师 老师生日快乐 加巴黎 老师生日快乐 恭喜张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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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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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rict Indian radio estiver River 翻託 伊諾 生活在哈 윯家 你開心嗎 開心啊 可是如果阿公還在的話 事情就不会变这样子了吧 阿嬷那么疼你 你怕什么 什么 高丽菜要不值钱 大婆又卖地玄香掌 姐姐阿丽又可能要出国 她很多烦恼了 我不想去烦她 原来你看起来嘻嘻哈哈的 那么会观察 不然怎么办 吵着吵 闹着闹 都不像一家人 所以 你常在家人面前唱歌 跳舞 是为了逗他们开心 算是啦 至少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吧 不然又吵又闹着 怎么办 一诺 你想阿公吗 当然想啊 他是我的最爱啊 那我再让你看看他好不好 真的 哪里 一大大眼一眼 我今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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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们的巴萨律家 欢迎小早 谢谢你 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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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石头把一摆就你的地了 看是要出钱还是出力 都没问题 帮他辅选 我还不如自己出来 你不是已经跟厢长在那边协调好了吗 请你们撑出去 后面就已经没有入了银子来 这意味什么意思吗 石头一条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阿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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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出人的光臨 恰恰出我的体ή 把你越调了 我仍然一直在学自 能不能找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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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颁发的是 最佳美术设计跟最佳造型设计 相信黎晨 你现在心情应该特别期待吧 很兴奋 因为我的支持两项都入围了 所以有一点小私心想要他们得奖 那其实好的美术 好的造型 对我们观众 对演员来说 是会让我们更投入在角色和剧情上 没错 这次入围的作品 有的风格强烈 有的贴近写实 有的奇幻神妙 究竟今天得奖的会是谁呢 那我们来先看 美术设计入围的有 最佳美术设计 张艺峰 一家子儿姑姑叫 叶子伟 茶屋此心 林点佑 曾豪明 林林点佑 宋桓 秀桓 帽国强 王惠英 志齿 沉若宇 周 那我们一起来看 我怎么好像也有点紧张 看着你 好 管他的撕开 好 OK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 最佳美术设计得奖的是 麦国强 王慧英 致使 致使 精准而贴合剧情的美术设定 搭配专业强大的执行团队 成功建构出影片中风格化的城市面貌 好像是我的一样 你们先拿出 好 谢谢 再谢谢评审 谢谢戴伟 谢谢支持的朋友 谢谢 Thank you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最佳美术设计 入围的有 造型设计 最佳造型设计 董燕秀 除嫁意 咒 余佳安 叶佳音 致使 帆世青 陈友宫 文宗宇天宇 成功出身 你跟我们合剪职 施晓柔 张辅成 茶无此心 盛秀华 陈一如 一家子儿姑姑叫 欢迎单刷 超许到山 判波 杜抱掌 加油 最佳造型设计 第59届金马奖最佳造型设计得奖的是 樊世青 陈友峰 素环珍 樊世青 代任布袋西偶造型及服装设计指导 长达25年 变化出许多戏迷心中的经典造型 陈友峰专职戏曲服装设计 因为喜爱布袋戏 而参与戏友服装设计制作 这是造型设计奖 首次以戏友造型而获奖 曾经换奖过在金马奖得到这个奖座 没想到现在美梦成真 谢谢 谢谢金马奖还有评审委员 给霹雳这个机会 可以得到金马奖 那也要谢谢我们的 这部苏环珍导演黄强华先生 还有他霹雳的大家长 给我这个机会跟栽培 对不起很紧张 做二十年了 从年轻做到老花眼了 谢谢 然后 谢谢黄强华先生 把布袋戏从一个野台带到电视 然后带到金马这个舞台 然后甚至走出台湾到国外 让大家看到属于台湾的 这个传统戏曲的美 跟他的独特 谢谢他 然后 然后这个奖也献给 已故的黄文泽大师 他的口白 他的声音是布袋戏的灵魂 谢谢你 我们会秉持你的热爱的这份精神 继续传承下去 努力下去 谢谢 然后还有我的团队好朋友 宜如家父 这个奖也是属于你们的 还有 我人生中出现的好朋友们 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跟灵感 还有 君哥拿奖了哦 最后 献给我的妈妈 她最近身体有点 不舒服 妈妈爱你的奖了 谢谢你们 首先感谢金马 诸位评审们的肯定 谢谢黄强华 P黄强华导演的提系 让我有机会能够参与这部 世纪大作 苏丸臻 苏丸臻对我而言 是一个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指标 与向文的对象 所以谢谢我们的亮勋 郑家 世青 吕正 轩炉 强强壮壮跟圆狱姐 谢谢你们 谢谢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乡君姑姑 乡君姑姑 乔乔以后 最重要的我伴一家人 陈建文 谢谢我凯育设计的伙伴们 谢谢你们 谢谢我家的朋友 谢谢佩东阿姨 以及于此也的保佑 最后我让我的建文朋友 来 收尾 谢谢黄强华 跟洪文哲大师 创造出苏丸臻这个角色 陪伴我们三十多年 这份荣耀属于苏丸臻 跟所有喜欢布袋戏的朋友 谢谢霹雳 谢谢金马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额奖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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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张爱佳 欢迎张爱佳 我今天高了四寸 所以走路比较慢一点 任何一个角色只要演得精彩 不管它只是五场戏 十场戏 我觉得都会被人家看到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颁发的不是最佳女配角 不只是最佳女配角 而是一个非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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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演艺奖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五位女演员 她们的优秀 最佳女配角 李梦一画 一家子儿姑姑叫 林湛真媚 哈勇佳 余湘佳 余湘宇 原路山嘎喇 你刚才上来之前说什么 耐性的嘛 到时耐了 厌了 我就觉得不舒服 觉得跟我一起 我好烦 我好吵 我最佳婢好冷缘 杨丽英 一家子儿姑姑叫 我怕我们的优秀有看没顺利的事情 刚才我也不怕你的爱情 方玉婷 最后生效 我们人面没了嘛 妈 我在开玩笑 你别介意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 最佳女配角 得奖的是 林湛真媚 哈勇佳 首度参与电影演出的林湛真媚 在哈勇佳 饰演一名夹杂在两个中年儿子之间 左右为男的老母亲 今年七十四岁的她 初登荧幕便以浑然天成的表演魅力 成功获得评审肯定 好重哦 没有想到我能站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平行给我一个肯定 谢谢上帝今天我那么老了还能站在这里 赐给我们原住民的阿拉 智慧给我们原住民的老一辈 所以我们演这个阿拉 叫我们古时候的老人家 叫我们不偷不强 也不要做坏事 所以我们演的都很很自在 我很感谢大家 感谢我居住里面的一家人 也感谢我的原住民 加油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颁的是最佳摄影 一个摄影师 其实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 他要用他的双眼 来拍出导演心中的故事 而且他在现场的时候 是所有你演员最巴结的人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入围的事 最佳摄影 梁明佳 白日青春 你跟着吗 苏伟健 海鸥来过的房间 姚红毅 我心我行 郑兆强 智齿 陈克勤 咒 不要那么急嘛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 最佳摄影得奖的是 郑少强 曾以《暗战2》 《DTU》 《非社会》入围金马 并以文确获奖了香港资深摄影指导 郑兆强 在智齿中完美呈现 充满漠视感的香港街头 并以文确获奖了香港资深摄影指导 谢谢评讯 强哥是一个好的摄影师 好多谢他帮我来拍指导 谢谢 谢谢 林四三 林四三 失踪了七年的赛哥回来了 但是失踪了七年的儿子 却没有回来 一家子儿姑姑叫的故事舞台 是台湾的一个养歌人家 导演用家中的六个角色 代表了六种被困住的灵魂 是龙中之鸟还是困兽之斗 有一些选择总是牵动了命运的齿轮 所以家到底是什么 这部作品让鸽子和人 成为一种悲伤的隐喻 人家 我一趟帮一个穿着就行了 喂 立项 天啊 都说很肚养的 娘子还要赚了吗 妈 你有想过 那是哥哥自己跑掉的吗 我们这家的火要让这些粉丝 都吃得干净了 我们到的级 欢迎梁兄生 还记得四十几年前 我在拍《秋连》的时候 侯孝贤导演 还是这部戏的编剧 赖成英 赖散 是这部戏的导演 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大师级的摄影师跟导演了 赖导演一向和蔼可亲 就算是情急之下 他也不会对演员大声地说话 让每一个演员都能够安心 而且非常有自信地演完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镜头 赖导演 赖导演已经高龄九十二岁了 这些年他还是参与来协助台湾电影数位化 以及影片的修复工作 他是见证台湾电影发展史的国宝级大师 能够获得金马奖 终身贡献奖 终身成就奖 是实至名归 赖导演 赖导演 我们通常称呼他赖导演 是我们非常尊敬的 台湾第一代的电影工作者 在那个年代 拍完一部影片 冲进底片 通常要等到七天或十天 换句话说 负责掌尽的赖导演 会决定这部影片的艺术高度 赖导演是我舅舅 我就是个很严谨的一个人 李导演拍了三十几部电影 我舅舅帮他长进了二十三部电影 都是李导演最辉煌的年代 跟辉煌的作品 同样透过羊鸦人家的一个 夕阳黄昏的场景 这个场景反复 不晓得拍了多少次 但是所有的色温 所有的色调 其实是非常的统一 只要看过羊鸦人家 绝对会对赖导演赖掌 对于光影的调度 留下非常非常深刻 而鲜明难忘的印象 圣保罗炮亭来这边拍的时候 说他做侧拍的摄影师 片子就拿回好莱坞去冲印 他们吓坏了 说看他们自己的毛片的话 一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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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是看LINE上的 两万多次就是一条光下来 就这样子 秋决的时候 记得我们美工 我是最小的了 它每个木板都要刷不同 咖啡色的颜色 然后它用真的摄影器去拍 打不一样的光来找那个木板的质感 过程我们就看到 赖导演赖导演对电影镜头 跟光影跟色彩的要求 比如赖导演导演 他在这个行业中 他真的是师父的师父 他初期是叫侯孝贤跟我碰 碰完之后剧本写来写去 终于订稿了 剧本一送审贴了好十几个标签 所以说这就要改 就贴着那个理由都非常好笑 说你不能拍下雨天谈恋爱会感冒 结果我就在赖导演前面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把所有盖过张的那一页撕掉 撕掉十几页 我说你送送看 他说这样怎么过 我说你相信我一次 结果第二次就盖个张过了 这样的人他只看到电影 你跟我做什么 我就会传达你给你什么 他跟王瞳的美术指导 华晓的副导演 孝贤跟赖导演的五六部戏 是他学习过程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些人愿意帮他做事情 他也善用这些人 就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结构里面 共同去成长 对电影都是一件好事 没想到刚才会看到四十几年前的我 还好还好 还好都没有什么变 我的五官还在前面 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赖承寅导演 谢谢他对我们台湾电影的奉献 第五十九届 金马奖终生成就奖 赖承寅先生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欢迎我提到今晚中心 请出转罗 非常感谢金马市委会委员们的肯定 帮我金马终胜成就奖 这个奖也是谁过去几十年来 陪伴着我一直工作的 工作伙伴们的 我也代表他们向大会致最高协议 谢谢 时间过得正快 我的头发都全摆了 我做两只脚也伸等三只脚 我也有了轮椅 我的轮椅是由儿子和媳妇 还有一位陪伴着我 有六十二年的我都牵手 他们一直非常支持我 让我专心拍摄电影工作 谢谢我的家人 辛苦了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体力也不知从前 但是我跟大家一样是做爱电影的 电影实在是很有魅力 他有无限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去创新创造美梦 我会跟着大家一起继续为电影 往前走 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 现讲人梁修生 恭喜赖承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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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今天晚上的主持 可是总是看不见他 我想跟他打个招呼 青春 非常高兴见到你 在想他们为什么叫我来 搬这个最佳男配角 大概是因为我拿了三次 因为 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 今年的男主角的入围名单 然后我就知道 我是大概没有机会上台的 大会就为了安慰我 给我一个机会上来颁奖 可是有点遗憾 我连颁奖都是颁这个男配角 我应该颁男主角的 是吧 可是我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有一天 我会摸到那个男主角的马 今年的男配角的入围名单里面 有一位朋友 远到从韩国来的郑东焕先生 我们用掌声欢迎 其他几位年轻的演员听到了吧 你们行李有数了吧 要不要上来跟我颁奖 不要不要 现在年轻人真的很有信心的 不错 我们先来看看 第二位名单 最佳男配角 郑东焕 花露阿猪妈 高英轩 高英轩 我高兴 有的他愿意叫我爸爸 李纯 谁都要走 至此 朱宣扬 黑的教育 搞好书架 来 记得吧 胡志强 一家子儿孤孤叫 胡志强 来了 看我猜的对不对 59届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 得奖的是 朱宣扬 以篮球电影下半场打开知名度的朱宣扬 连续两年以密局和天桥上的魔术师 入围电视金钟奖 演技备受肯定 难怪你今天穿得那么爽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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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谢谢彩姐 谢谢圆圆 然后谢谢小如姐 然后谢谢柯任东 还有韩希跟博伟 还有瑶哥跟黑夜教育大家 还有瑶哥跟黑夜教育大家 然后很好玩的谢谢 好 好 好 跟第二班的就是做一家音效 音效是很重要的 这好像是现在我在台上面讲话 要是有一点音效的话 要是有一点音效的话 非常不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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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音效 它这好像不呢 一定是 好 好 好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音校得奖的是 高伟燕李云杰 Richard Hawks Nusong Tongkong Nusong Tongkong 即Richard Hawks两人来自泰国 负责后期音效设计与混音 去年以月老得奖的高伟燕 负责本片声音设计 录音及剪接 李明杰除了音效 也负责本片配乐 并同时入围原创电影音乐 谢谢金马评审 谢谢导演柯梦荣以及监制杨续分 我觉得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还有我的家人 也谢谢RT的火力资源 也谢谢Richard和阿文的努力 非常谢谢大家肯定 谢谢 谢谢金马奖 谢谢评审 谢谢赵的制作团队 所有的伙伴们 然后谢谢柯木龙 柯导 谢谢你的坚持 跟你的创作理念 深深打拢着我 然后这次的制作体验 让我对以后的作品 有更多不同的期待 因为非常的特别 然后谢谢 猴子店男孩的现场录音团队 谢谢后期制片Sherry 谢谢你的帮忙 让后期制作能够那么的顺利 然后我还要谢谢我的老师 曹元峰 曹老师 我今日的成就都是你当年的引路跟栽培 再来谢谢一路上支持我的伙伴 还有我的家人 特别感谢我的爸爸高新坡先生 最后感谢在天上的母亲 何岳云女士 今晚的荣耀我要献给你 谢谢 谢谢 that get everything so well together from the make up and everything so everything together in the sound help to make the movie just make it great oso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who went to the cinema and watch the movie ten you thank you sia 谢谢 阿泽是我见过最不怕火的人 他说过火是我的兄弟 他不会害我的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轻松 但是当他面对专业的爆破时 他绝对是谨慎在谨慎 《卓人秘密》里面有一场海上爆破的戏 在他的设计下画面非常震撼 我记得那一天又风又雨 在海边他不停地忙碌着准备那场爆破的戏 他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每一个火点的设置 而且早就拍那场戏之前的一个月 他做了非常多次的测试 每一次的测试都是为了要让观众得到最震撼的视觉效果 更重要的他也用他的专业来让剧组让演员感觉到安全 感觉到放心 阿泽 他是我心目中真正幕后的英雄 他是电影爆破特效师 陈明泽 对我来说这几年近十年来台湾有越来越多的类型片 然后就是这个前提要回退到技术的稳定性 那在阿泽的规划里面其实实报的效果有很多时候可以帮我们在后期的时候不用那么的辛苦 而且那个真实性跟力量会更大 我记得在09年拍那个狙击手的时候 他其实每次来 他第一件事情都说绝对安全 其实在每次执行的过程里面就会让我们一直很刮目相看 因为你就会觉得说 阿泽他真的很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从香港的师傅那边学到了很专业很安全的东西 然后开始在台湾开始逐步的发展开来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持续不断的应该是说一直不断在学习 然后触角很敏锐的感受这个产业的变化 他其实是一个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多想法的人 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对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会努力仔细的研究跟努力实践的汉子 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男子汉的代表 不知道在三四年前我们合作一个作品 不管谁来打扰他 他都跟大家说等一下不用问我那么多 先等我弄好再说 结果经过几次测试之后 还要正式开拍完之后 镜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就跑过去跟他说 刚那个怎么样 买你吗 他说还可以 他说哎人说 那个我们很久没合照了 我说啊 干嘛突然合照 他说没有我老婆是你的粉丝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前几分钟是这么严苛的一个人 然后一喊咖之后差不多的时候 马上转换角色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对 所以这几年我印象很深刻 也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活力 真的是跑来跑去 总有他在就觉得 就是有一些好笑的事情这样子 好玩的事情这样 跟他的回忆有很多都是非常美好 然后非常多的这种 关于拍片啊 精神面的东西 其实是反而是鼓舞我的一些力量这样 一直很想要谢谢他 就是让我看到一种是知人精神 台湾相对是比较辛苦的这种 还没有产业化的工作环境里面 他其实是很需要有人做先锋者 去让这些东西可以不断的开始 而且不断的往下 然后一直的进步 他其实有不断的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是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 谢谢你是你的知人精神 让台湾演示产业有办法可以走到现在这一步 很遗憾 他则在今年四月 因为生病离开了我们 这不是迟来的肯定 这是他应得的荣耀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 年度台湾电影杰出工作者 陈明泽先生 我们邀请他的夫人上台 代表他领奖 能从赵德英导演手上替明泽带领这个奖项 我真的觉得倍感荣幸 非常感谢赵德英导演与制片福安哥 在2020年的时候以电着人秘密 替明泽一并提报最佳视觉特效的奖项并入围 那这是现场特效工程史上的第一次 也是阿泽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感谢金马奖的评审们 对于明泽与哲影团队每一位成员的肯定 感谢这一路向支持明泽的家人 父母兄弟姐妹 以及曾经帮助过他的香港主宰师傅 霍景堂 堂哥以及文姓工程 更感谢摄影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不管是现在或是曾经的成员 特别是阿良 小黑 大狗 大萍 哲书 Tracy 他们至今能延续阿哲的精神 在这个业界 努力的奋斗者 我的先生是个身心低调的人 如果他在这里 他一定也只会说 他只是在他热爱的爆破工作上面 尽本分持续前进罢了 先生在现场特效的领域耕了十几年 他特别专精于爆破以及火效 他在生前曾经说过 作为一个爆破指导 对于每一种火药特性 他都要撩落指掌 并时时刻刻地警惕自己 每按下的一次按钮 都不见得有机会可以重来 他所热爱的爆破特效这份事业 除了需要金钱 时间 专业的器材 更需要一个好的团队去支持 除了冷静之外 除了专业之外 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才能冷静地在高危险的环境下去执行工作 而在片场上面 什么尊严面子都顾不上 因为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那么效果再好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曾经有人问过 明泽技术怎么培养 他回答 技术就是两个字 奉献 就是把你的全部 奉献给你热爱的一切 物安于现状 莫忘初衷 最后我想说 就是希望未来台湾的影视产业 在提升产业水准的同时 也能更注重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不疲劳重视危险的工作 因为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影视作品值得去牺牲任何一个人 所以不管你是目前还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都请你们能够重视自身的权益 以及身体健康 最后祝大家快快乐乐地开工 平安地回家 谢谢大家 谢谢陈明泽 虽然他这一生很短暂 可是很精彩 谢谢 谢谢 谢谢夫人 谢谢陈明泽先生对于电影圈的贡献 也谢谢现讲人 创作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离开的是人 但是精神却不灭 我们缅怀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滋养 你还记得吗 一个曾经打动你的场景 你还记得吗 一个让你永难忘怀的角色 你还记得吗 一句台词 好像你人生的注解 在我们心里 其实他们种下的 未曾消失 如果我永远就能留下来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I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Just想的简单 明天并不难 害怕拥抱的难堪 只等着 直接变勇敢 却忘了 明天不一定 离难 忘了抓紧的遗憾 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 记得自己孤单 忽略谁不安 等待那么的一半 我们都 曾以为不安 却忘了 不见 不一定 不散 而爱总是说的来不及 你會記住我嗎? 你會記住我嗎? 塑著在動存在的意義 回憶再會不去 不怕未來再會有你 你會記住我嗎? 很難做的 誰會請監裏呢? 這麼快? 吃完再走 怪魚這兩個字包括很多東西 真是愛姐妹告訴我 今天大家來看看什麼 忘了承諾的清淡 忘了我們不該做過擁抱 時間或許不敢但卻很期望 等待那麼的一半 等待那麼的一半 我們都自以為不完 卻忘了不見不一定不散 好呀 你會記住我嗎? 好呀 你會記住我? 好呀 阿小 原来这就是遗憾 我们总懂得太晚 愿望和失望不停 在交换 时间让我们逆弯 时间让我们去想 却没有答案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 要么有人不带 这个小喇叭 这份就会低 这份就会购 你的侯爷 刀枪无严 这可不是闹门 你会照着 问什么 是 Will you remember me Will you remember me 失去再都存在哪里 回忆再回不去 怕未来再未有你 Will you remember me 我爱你 我会带着这匹马 请他们喝酒 爱拼这的娘 谢谢大家 我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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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张孝全、陈浩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逐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洪世昊 察 medications 茶五子星 鼠媚身——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冯推手 鸭龙 许芳怡 我心我行 第59届 金马奖 最佳动作设计 得奖的是 许芳怡 我心我行 恭喜 许芳怡 是国际知名的舞蹈家 曾加入 马莎·格兰姆舞团 担任首席舞者 在这部半自传的电影中 呈现她高潮迭起的 职业生涯 与自我探索 搭配杰出的电影语言 每次舞动 都像是灵魂的震荡 嗨 大家好 我叫许芳怡 从来没想过 会入围金马奖 然后入围了之后就想 既然入围了 拿一下应该也不错 可是后来我又想一想 其实 得不得奖不是我能控制的 但是 明天要不要继续向前走 是可以我来决定的 我心我行真的很好看 邀请所有的观众 一起进电影院看电影 在这里我要向身体 向表演 向艺术致敬 谢谢 我们接下来要颁的是 最佳剪辑奖 为了电影好 剪辑很重要 然后为了戏好 为了节奏好 剪辑也很重要 所以去无存经很重要 哥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在场说剪辑师 你们真的又帅又美 心地善良 辛苦了 我爱你们 我们真的爱你们 我们真的非常爱你们 爱你们 让我们来看 入围的勇 最佳剪辑 张晶玲 林雍毅 陈佩莹 一家子人姑姑叫 보여� 我爱你 我对我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乖 我爱你 你does it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剪辑奖 得奖的是柯梦荣奏 擅长恐怖惊悚风格的柯梦荣 本届以自编自导的作品 《宇宙》同时入围原著剧本剪辑及导演三项大奖 这是他的第一座金马奖 在节奏、气氛的营造上深具巧思 编曲 李宗盛 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这部电影 再来我想要先跟我妈妈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从开始拍片以来 我们常常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照顾到家人 所以我也在这边代替所有在场的电影人跟家人说成对不起 对不起 好 然后剪接 我还蛮常剪自己的片 这一次剪自己的片只是因为我没有钱找剪接师 但是我可以因此很知道那个 每个剪接师坐在电影前面那个每一个很孤单的夜晚 然后很希望人家告诉他说这样子剪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份很孤单的工作 那在这边我也要跟所有在场的剪接师致敬 最后我要谢谢 对 最后我要谢谢 我所有的团队跟家人、朋友 我就不一一讲出来了啦 但是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都会放在心上 那还有我想要特别谢谢我两只狗狗 对 那我要谢谢黑鼻 对 我会永远记得他 谢谢各位评审 谢谢金马奖 谢谢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 欢迎刘冠婷、王雨萱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冠婷哥 我记得你去年的金马奖的时候说 你没有想过小时候爱讲笑话 可以讲到拿金马奖 那过了一年你讲笑话的功夫有进步吗 你现在是要我讲一个笑话吗 有一天小明 不行 今年好不容易没有延期哦 去年的事情记这么清楚啊 那我记得去年也有一个人在台上哭着说 他想要成为一个会说故事的人 那一年过去的他有变得更会说故事吗 这好像还在学习 那我有一个问题 好 请问 冠婷哥你觉得短片跟长片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 没错 那你觉得长片导演跟短片导演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我有两个版本的答案 第一个版本是你知道 长片导演要在两个小时之内 把故事剧情一层一层的铺垫 然后到最后一整个这样一气喝成两个小时 我觉得这不容易 那短片导演就是要可能在二十分钟之内 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故事讲完讲好 这个也很厉害 那第二个版本是 就是一个出名的一个还在努力中 通常啦 通常 我没有要得罪大家的意思 那我想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 他们的目标都是把故事讲得完整 讲得动人都很厉害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入围最佳剧情短片的由 最佳剧情短片 大日子 江宗杰 有羽毛的东西 徐天林 话语 李明 讲话没有在听 李明修 看海 林柏瑜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 得奖的是 讲话没有在听 李明修 导演李明修 以黑色喜剧的幽默手法 笑叹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剧场教父金世杰 金马影后杨贵妹 金马女配张诗盈 金钟新人梁书涵 齐班铁翔 张再兴 竹定怡 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共同出演 成就这部温馨感人的精彩好戏 成就这部温馨感人的精彩好戏 心上志 然后看完金马奖颁奖典礼之后 就觉得又死灰复燃 所以非常谢谢金马奖 然后今年还参加了创投 还有金马大使课 带着满满的养分 会再继续往前走 然后首先谢谢我的家人 然后其实我妈妈一直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 但是她现在应该在看电视 然后妈妈谢谢你 然后谢谢我所有家人 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没有关系 你喜欢亮亮的东西 有今天拿到了 然后谢谢我爸爸 因为有你的故事 才可以有这么精彩的今天 然后谢谢所有 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谢谢精彩的演员群 谢谢文策院 谢谢高雄拍的支持 还没有没卸到的单位 好 好 她帮我卸 她是我们监制 谢谢 哇 李念修你骗我 超死的快乐 我女儿陈品乐小姐 我女儿陈品乐小姐 我不只是拿到便利商店的小迷你金马 我们拿到大金马了 讲话没有再听 是一个取材真人实事的故事 努力在剧本表演镜头语言 都努力勇敢的尽兴的作品 我知道我们很不完美 但是一次一次的我们在观众 又笑又哭的反应里面 成就了我们做这部影片的初衷 也修复了很多的人 还有我们自己 内心深处对家人的亏欠跟遗憾 谢谢我们最敬爱的金士杰老师 还有杨贵妹妹姐 妹姐我们有庆功宴了 还有每一个最棒的演员群 群戏真的不容易 以及我们最棒的团队 谢谢你们全部拍片的人 要来走红毯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谢谢你们 我们今天一大票人来走红毯 谢谢你们特别拨时间来 还有谢谢一路提醒我们的前辈们 宝旭姐谢谢你 由衷的感谢你们 谢谢高雄市政府 谢谢高雄拍 谢谢文策院的开发计划 开发一部作品 真的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跟经费来支持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影视主管机关 跟投资方愿意把预算分配在 更多在开发的阶段 谢谢金马的评审团 这真的是给我们超级超级大的鼓励 我们还在继续努力中 我们还没有成名 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力气去努力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谢谢导演李念修 然后我补充谢谢一群人 就是观众们 我们的虽然是短片 但是有观众看了五次 我们从高雄电影节到女性影战 到金马 然后到我们在华山的放映他们全部都来看了 每一次都看了 看了一次又一次 非常谢谢所有来看片的观众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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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等下調來調去 接下來要頒第二個獎項 是 最佳動畫短片 請看 入圍的有 最佳動畫短片 大橋遺犬 湯麗浩 春芬 陳蓮華 安蓄 導引 余裕 熱帶敷衍 張徐展 往神之夜 蔡許成 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得獎的是 熱帶敷衍 張徐展 本片受到紫紮文化 及陣頭表演的啟發 並改編東南亞民間故事 鼠陸過河 引導觀眾從蒼蠅的復演視角 探索在地文化 並與世界的寓意經驗連結 導演張徐展 也曾以 《喜搜咪》入圍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 這是他首次獲獎 我是熱帶敷衍的導演張徐展 很開心可以被金馬獎的評審肯定 我的動畫一直以來 就是嘗試擴展各種觀影紀念的可能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謝謝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副演的工作團隊 我要看一下小超 詹玉組 馮騎軍 曾瑞選 Ryto 亮捷 落差草原 馮志明 近期 子林 明慧 許太英與陳冠宇 謝謝你們的參與 讓這部片變得更精采 他們今天都有來 台上台下都是 然後感謝RC藝術基金會 救災藝術的醫治美術館 還有北美館與小玄智中 謝文明北義大的師生 讓我有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然後感謝欣欣胡子店的全體紙紮人 以及爸爸媽媽跟姐姐支持 我在創作上的鼓勵這樣 那最後我想說的是 我覺得台灣動畫 不只是可以做給小朋友看的卡通 它一定也可以是非常有趣的藝術電影 在台灣還有很多很多這樣子 非常棒的動畫導演以及藝術家 希望大家用行動去支持他們 謝謝金馬獎 謝謝大家 謝謝頒獎人 水龍頭關不住 我回去關一下 我剛在後台他們說今年時間有點提早 所以可以講可以講 真的 大家好 我是熱帶敷衍的製片跟美術 這部片拍了就是將近三年的時間 就是導演真的很堅持 然後我們的團隊很努力配合我們 然後為我們完成了很多 足隔動畫不可能拍攝的可能性 就是謝謝大家的參與 還有金馬獎的肯定 謝謝你們 謝謝頒獎人 也恭喜得獎者 謝謝頒獎人 謝謝頒獎人 謝謝 你們 謝謝 PE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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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雪在下 太多啊 星星已点亮 不要忘记从前 我们来自那一座高山 在迷失的夜晚 我会燃起火花 不要忘记从前 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下一次再见面 想去燃起的地方 想去燃起的地方 男子打着赤膊双膝跪地 接着直接瘫软倒在警车旁 他是来自越南的软性移工 去年八月吸毒后 砸毁民众车辆 警方货报道场 他先攻击民防人员 达到鼻鼓骨折 又企图抢警车 远警顾及生命安全 朝他一连开了酒枪 导致软性移工伤重不治 而开枪的陈姓远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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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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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订阅 收看 订阅 互 沿河 念了念了都一樣的心分 相較行 無情愛的路點 心事的人 都躲著久相扶 誰思念的日子過座 誰走過的青春相批 又更驕傲 原來自身風山 拖拾盤 平凡旗的照片 驚自由的路由掛斷 驚自由的掛斜不斷 又更黑暗 馬總有一暗 驚自由的掛斷 永遠的所在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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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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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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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子儿姑姑叫 李哲义 林强 我心我心 穿井献赐 致耻 音乐得奖的是黄眼仁 载入围城 黄眼仁翻译许多电影及剧场配乐 去年以浊水漂流 入围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及歌曲 他以其他为主体 简单而充满画面感的契乐编制 会载入围城中遭受疫情冲击的生活 诸写出灰暗里的一丝围光 谢谢大家 我没有准备什么 我上一年来不到 我很后悔 但是我幸运今年来到 可以来到这个奖 谢谢金马对我的肯定 谢谢导演 林生 二十多年的朋友 我们一起玩音乐 一起长大的 然后MM2 香港电影公司 每一个和我一起玩个音乐的朋友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的家人 我的好朋友 我香港的居长的朋友 我的每一个爱人 都谢谢他们 谢谢台湾的观众 谢谢金马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今年入围的这四首歌曲 分别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创作 这些作品让我们听见 更多元丰富的文化 自信与尊重 金马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入围的有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吃了那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 烤火的房 哈勇家 永远的所在 流麻沟十五号 为了你 九腔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得奖的是 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吃了那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 作词吴亦伟 词曲演唱 周星哲 歌尔幽泽演 同时入围新演员的周星哲 也是首度入围最佳电影歌曲 身间词曲演唱的他 与作词人吴亦伟共同创作 谷写出暖男学长深情的言不由衷 歌曲也在片中扮演画龙点睛的功能 这是两人的第一座金马奖 好 谢谢经历判的评审们 颂导这个奖家给我 真是非常任何 谢谢电影公司志哥杜哥 今天坐在我旁边 导演 谢谢你们真的是 非常爱我 然后谢谢我的经济公司老板法兰姐 琪琪 谢谢你们真的这一路 我也算是在演艺圈长大的小孩 很开心可以这么的 幸福的在演艺圈成长 然后上面有写圣描述 我其实从小跟奖项真的没有什么缘分 甚至于我自己在乎的奖项 如今到今天也都还没有入围 甚至有一次 我记得我很愤怒地跟上帝说 上帝你为什么连入围都不给我呢 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 然后上帝真的回我 他说孩子 难道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 然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就真的改变我对于入围 还有得奖的好胜心 但如今I'm here with the金马奖 耶 谢谢 把原料归给亲爱的上帝 然后谢谢我的爸妈 他们在电视机前面 还有谢谢我的fiancé I love you guys 谢谢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 大家好 我是作词人吴亦伟 谢谢金马奖 谢谢评宝团们的肯定 然后对我来说 这很像是奇迹的一课 所以我先要谢谢Eric周星哲 因为他的信任 所以才有此刻站在这里的我 然后我要谢谢法兰姐 星空飞腾 然后谢谢导演杜正哲 谢谢监制David哥 慧珍姐 然后谢谢侯志坚老师 然后谢谢我亲爱的男孩 一整年的早餐的剧组 工作人员辛苦付出的人 是你们成就的这一课 我是来自高雄 然后为了音乐 所以我考上台北的学校 然后我跟我妈冷战了两个礼拜 都不讲话 所以我要谢谢我妈妈 包容我的任性 然后我想现在应该非常的值得 然后我要谢谢一路以来 支持我的版权的老板 就是玛丽华玛姐 因为她在我们最辛苦的时刻 总是生出最大的元寿 然后最后我要谢谢 改变我生命很重要的人 就是生命树小王子 她让梦里花一路开出了生命树 然后我谢谢生命树的青春小恩 然后谢谢我 齿光琼瑶音创所有的工作伙伴们 然后谢谢任性妄为的我自己 然后也谢谢我们始终不曾放弃 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颁奖人 也恭喜得奖者 今年入团了最佳剧情片 也同时入团最佳新导演的刘国瑞导演 以她异乡人的身份 说出了一个离乡背景 跨越血缘种族的故事 我手上的这封信 是她在电影里面想说的话 我是一个第四代的马来西亚华人 从小在一个充满异乡人的环境中成长 在我拍摄香港难民的纪录片时 我面对的最大挑战 就是普通人常常质疑 这是难民自己的选择啊 事实上难民常常是没有选择的 他们在时代的波动下 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外一个地方 而他们的后代就在这种漂泊中出世成长 因此我想要拍一个难民和香港人的公路电影 一个最终难民终于做出选择的故事 白日青春是关于一个渴望父爱的孩子 以及一个挣扎该如何理解儿子的父亲 他们的故事 这两个角色刻画了我的移民生活 而我是这部作品 为我及父亲之间的对话 我和孩子被捕了, 都没人生气了 你也走吧, 你这么想侵略什么呢 快点 由于你的申请被拒绝 那入境处就会跟你说回险犯的日子 阿申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你为了一个三四七的英俊 付出这么多 你个儿子呢 欢迎 世之欲和 贵伦美 导演 我帮导演翻译一下 导演说 他第一次拍摄电影 其实跟台湾非常有契机 因为当时为了拍摄电视节目 来到台湾拍摄杨德昌导演和侯孝贤导演的访谈纪录片 因为他们让导演有了想拍电影的念头 但是导演说 他最遗憾的事情是 怎么没有在二十几岁就开始拍片呢 但是导演也说 他到现在还不断地在错误当中学习 然后慢慢摸索尝试新的课题 今年入围最佳新导演的导演们 都有自己说故事的方式和读到的美学 我们来看一下入围今年五十九届最佳新导演入围的有 最佳新导演 孔庆辉 海鸥来过的房间 曾英廷 茶无此心 刘国瑞 白日青春 来冰果啊 我冰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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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震冬 黑的教育 不是 何书铭 花露阿厨妈 荷苍 花露阿厨妈 好 那我就来揭晓第五十九届最佳新导演 第五十九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得奖的是刘国瑞 白日青春 马来西亚导演刘国瑞 目前定居于香港 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 创作类型盘盖剧情片 这次以一个计程车司机 与难民的冲突爱恨为题材 同时拿下本届最佳新导演 及最佳原著剧本 我为了 就是我 昨天有特地去看一下张吉安导演2020年 拿最佳新导演的时候讲什么 然后昨天他也有发简讯给我 就是恭喜我 祝福我 祝福我 他应该也在现场 我还没看到他 因为这是新导演讲 但是我必须坦诚 其实我从一开始 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导演 所以我最早拍片是从拍纪录片开始 所以首先要感谢教我拍纪录片的张宏导演 他现在人在英国 他是我的老师 然后还有袁建伟导演 他是我第一个带我入行 那时跟他一起拍电视广告 还有帮他写第一个他的电影剧本 所以谢谢他们两个 是我在入行的时候早期两个最好的老师 然后我必须谢谢我的公司Petro Film 然后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 完全没有干涉我的拍摄 让我可以非常自由地拍这部作品 然后我的监制Peter Yen 他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 帮助我处理了非常多的东西 第二个监制郑宝瑞导演 他今天跟我一起在竞争 那个最佳剧情 但是他从我短片开始 就一直是我的监制 然后在拍摄上 给我非常多的建议 然后威力章 然后他帮我找到了这部片的资金 然后一直支持我 还有Vino 就是我的投资者 还有Darren 你们帮助我完成了这个片子 拿到了这个奖 最后我想 其实有很多人要谢谢 就是谢谢我的演员 非常棒的黄秋生 祝福你 等一下也可以拿奖 然后还有非常厉害的 Saha 凌诺 没有他们两个 我没有办法完成 这部非常独特的电影 还有我的所有的工作团队 我没有办法可能一一的介绍 但是谢谢他们帮助我完成这个第一部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班长人 也恭喜得奖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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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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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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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開始相信 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歡迎羅卓堯 去年 因為疫情 我不能夠來這個台上 跟大家講講 我得獎的感言 今年 我也差不多不能夠上這個台上 因為 我感染了 然後就被關起來了 關了七天 然後呢 剛才就是昨天晚上 午夜之後 就讓我出來 還好 我在這裡啦 我覺得 這個世界 現在是變成 疫情之前 跟疫情之後 現在有很多的獻祭 但是我覺得 獻祭是物質性的 其實創作是精神性的 精神的運動 是什麼獻祭都不能夠 阻擋的 所以獻祭越多 所以獻祭越多 創意應該是越近 獻祭 祝大家 出門倡議的人 對這個疫情 這個不需要獻祭的 這個精神性 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花費的好 好 好 我們看看 今年 一位的最佳導演 最佳導演 最佳導演 詹晶玲 一家子兒姑姑叫 陳潔瑤 陳潔瑶 哈勇家 張作季 夏日天空的那匹紅馬 柯夢榮 咒 是由你自己決定 很好 鄭寶瑞 至此 說得很好 完了 這五十九届現馬獎 最佳導演 得奖的是 跟我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 陈杰瑶 哈勇佳 陈杰瑶是台湾第一位拍摄剧情长片的原著名女导演 曾以《只要我长大》入围金马奖 并获选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镜像奖最佳外语片 这次以更上一层楼的哈勇佳 同时入围原著剧本 电影歌曲及导演三项大奖 谢谢金马奖 然后谢谢评审 其实我很想带小超 可是因为我 因为我都不给原人看剧本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能 拿小超来看台词 对 我用我最当下的感觉来说好了 对 那我很荣幸就是可以跟 就是其他的最佳导演 一起入围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对手 因为我们不需要靠竞争来证明我们自己的创作 对 可是金马奖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舞台 让我们被看见 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在世新大学电影系毕业之后 在台湾电影最惨淡的时候 我跟了很多很优秀的前辈 只有您导演 然后张作记导演跟蔡明亮导演 因为他们对创作的坚持是我的养分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世新的学长 然后先生 他一直支持我做原住民的电影 就是我的第三部 然后谢谢他可以相信就是好的电影 好的故事它是不分族群的 然后也要谢谢就是我的幕后团队 谢谢你们包容我很不一样的工作方式 然后还有我的演员们 对他们都是第一次演戏 可是对我来说 他们的灵活灵现对我来说 他们是我眼中的大明星 对然后还有我拍摄的南山部落的族人 没有你们我没有办法完成这部片子 然后 我台词被得很好 对我有准备 对然后 还有我要感谢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可以保持一个纯粹的心 然后一直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妈妈 我没有让我妈来参加金马奖 因为我觉得会很累 她在饭店看电视 然后当然还有我的家族 他们一直在帮我吹票 然后还有其实很多一路上 就是一直在帮助我 照顾我的学姐啊朋友们 你们都是我创作的动力 然后我是一个泰雅族的导演 就是在我们以前的文化里 就是女生 成年的女性应该要会织布 可是我不会织布 然后可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在这个当代 我可以用电影来讲我的故事 然后我就用电影代替编织 所以我想跟不管是泰雅族的小孩 还是原住民的孩子说 在这个当代你们会有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用现代的方式去延续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价值 然后我最后我想要用 我的族语 对我的祖灵对话 可是我是族语的初学者 所以我还是有带小超 我如果我尽量不看 等一下我被子而已 我没有一定要看 对 我看一下好了 有点紧张 对 我真的初学者 我说的是谢谢主林 是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电影 还用加加加 然后我会 继续努力做个真正的泰雅人 谢谢 谢谢班长人 也恭喜得奖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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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张震 黑木桶 黑木桶小姐是第一次来参加金马奖 同时她也担当今年金马大事客的讲师 是第一次来参加金马奖的一个工作人员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变成后来变成好朋友 但多年之后没有想到那位工作人员就跟我结婚了 所以她感到这次参加热 这次参加热 是因为她们是第一次参加热 黑木桶小姐是第一次参加热 女主角的張艾佳 張姊 身兼導演又會演戲 又寫過書 又是音樂家 所以她特別欣賞張艾佳 張姊 黑鵬銅小姐她自己也有當過導演 所以她特別想要跟張姊妮合作 希望有機會 好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 今天晚上最佳女主角入圍的有 最佳女主角 張艾佳 燈火藍衫 是啊 好像這樣 袁麗玲 載入圍塵 我保證這次我們進入這盤清潔劑 是100%香港製造的 還有我們現在不要做低消了 我們可以主動幫你升級 做這個幫足媒的 洪惠芳 花露阿祖媽 謝謝 謝謝 蔡軒艷 皺 我真的 真的很希望你每天睜開眼睛 都會很快樂 劉亞瑟 致齒 我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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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看吧 第59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她們 她們的頂部 打掌頭是 張艾佳 看我來的頂部 恭喜張姐 張艾佳 是一個《華語影壇》 具指標性的人物之一 從70年代開始 每個時期都有代表作 至今已提名20次金馬獎 光是女主角就多達10次 也是目前的紀錄保持人 這是她睽違36年後 拿下的第三座金馬影后 其實這幾年我真的是很習慣 坐在下面看大家得獎 所以 一時之間真的不想說什麼 我必須要講句說 其實《燈華藍珊》這部戲 是一個香港的女導演的首部劇情片 我非常喜歡這個題材 因為我們講的是消失跟轉變 霓虹燈曾經是香港最燦爛最燦爛的 一個標誌 可是 它被LED取代了 我心中感到很感嘆 我真的是很怕電影會被小櫻木取代 我希望電影永遠永遠的存在 我謝謝導演 也謝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很想把這個獎 獻給我媽媽 我的母親95歲了 在她年輕的時候 她現在還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她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有過一個做演員的夢 可是當時的環境真的是不允許 所以她把這份工作就留給了我 我非常地感謝她 我謝謝評審委員 謝謝金馬獎 我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 個字幕提供 謝謝 張震 黑幕紅 恭喜 張愛佳 謝謝 張震 黑幕紅 謝謝 張震 黑幕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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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最佳男主角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生活不易的落魄中年男性 别误会啊 我说的是角色 一位不计任何代价达到目的的过气名嘴 老鸟警察 面对人生不同挑战的清洁公司老板 汽车司机 还有养哥为生的一位父亲 五个男人 五个男人五种不同的面貌 非常迷人 他们的表演早就备受肯定 甚至人心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 最佳男主角 入围的有 最佳男主角 张震燕有错 张啸泉 最后真相 不应该自不量力求他跟自己去美丽 不应该看到尸体 还抱着痛苦想救人 有安顺 一家子儿姑姑叫 是一家姑姑叫轮马轮一百万元吗 张继聪 载入围城 你还说什么 你打我 打我 黄秋生 白日青春 我做得不错 他不来过好问我 我去拿菜 林家栋 致耻 如果阻挡有很多 Vivien 第五十九届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得奖的是 …… 黄秋生 白日青春 Say something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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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荣 我真的不敢相信 老实说 我真的没有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刚才我一直在猜 谁得奖的时候 我都差不多猜对了 然后我的技巧呢 是看那个摄影机 刚才真的我猜错了 我实在我没有准备要讲什么 所以 基本上我是没有乱讲话好久 等一下我就乱讲 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 多年之前 有一次是男主角的时候 我过来 从香港过来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空的行李箱 我妈妈问我 你带这个空的行李箱干嘛 我说我去买书 然后果然我回去 我输了 然后我妈妈才告诉我 说你走的时候 我为什么问你 就因为我早就知道 你去买书 你会输 这一次过来 我的行李箱是满满的 应该是有空位 把这个带回去 我最想的就是 因为我等了这个 这个金马的男主角 好多年 我最想告诉我妈妈 我终于得到 可是 我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们一起哭好吗 我要谢谢 当然要谢谢导演 好像新的导演 好像新的导演 对我来说 好像有点运气 我以后拍片都找新导演 有错 谢谢电影公司 谢谢Winnie Zhang 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特别要谢谢我的化妆师 他今天在 因为我昨天看了片之后 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把我画到老到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还要谢谢大家 还要谢谢评审 谢谢大会 谢谢 谢谢你 诶 对啊 对对对 他告诉我的 我不相信他 我应该相信你的 还有就是 谢谢 谢谢贾静雯 恭喜黄秋生 是 谢谢 所以 D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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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日青春 一家子儿咕咕叫 先别猜 还是看气氛 不紧张还是不搬啊 好紧张 第59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得奖的是 一家子儿咕咕叫 以血实为基础 加入魔幻的意向 导演詹精霖 借着养个人家 错终难解的家庭习题 洞见不可碰触的记忆伤疤 遮盖了多少人 从未痊愈的心灵 影片直视现实 却又哀经大度 各方面都统合得相当成熟 主要演员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没有想到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准备啦 但是随着颁奖就觉得 好像不太可能 这个片子 我跟张静领导演 开始这个片子 是大概在五年前 然后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其实还不太一样 没有想到在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 整个世界都不同了 然后 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要拍布这部片 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我觉得 然后所以我要特别感谢 就是在这一路上 支持这部片子的 比如文化部 剧本开发 唱片辅导金 然后来台北 台中 高雄 就是给我们这么多 就是各种 很慷慨的拍片上的支援 然后我要特别谢谢 就是我们的出品人 郑永雄先生 跟王龙堡先生 谢谢Jeffrey 他当初这么一无反顾 然后我要谢谢兼致未然 就是 怎么 就是他完全是五条件的支持 谢谢所有的 剧组的工作人员 我本来想说要感谢一些就是 比较不会被感谢到的人 但是 我谢谢 这一路上 带领导演组的辅导 怡静 然后 选角 小游 小菊 你们一路上 从就是 北中南的海选 跟着我们一起 就是奋斗到最后 然后我要谢谢边境的制片团队 怡珍 怡珍 阿信 碧碧 紫瑜 还有那个场景组 场景组的小顾 杨凯 俊为 就是是你们这些了不起的场景 一起完成了这整个故事 然后 谢谢 谢谢我的后期制片 Queen 就是 这片子的后期经历的各种的艰辛 是你 帮助我们一起完成这部片子 然后我要特别谢谢 还有谁 摄影师 大笔 就是 就是 是你 是你这些充满爱的镜头 让所有的这些努力闪闪发光 然后 最后 我要谢谢那个发型的团队 就是台北双喜 跟发型工作室 这是一部很不容易的片子 你们真的辛苦了 然后 谢谢评审 看到这部片子 如果这个奖项 可以让你们对这部片子 有一点点好奇的话 我希望可以邀请你们 一起到戏院里面看这部片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咕咕叫的导演张经理 刚刚怡霖已经帮我 该感谢的都感谢了 以上我都感谢 这样 然后我特别要说 在这条路上 其实 我觉得电影是一种情谊啦 然后 可不可以 再请大家给 我的团队一个掌声 好不好 因为真的很难 已经超出难这个字了 然后 是我后面这一群人 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我 然后让我很任性 各种的任性 所以 我特别感谢他们 然后我感谢一路上 我的最好的伙伴 我的刚刚没有拿奖的大巴美术 跟根本没有入围的陈其文大笔 他们从我短片开始 就一直是我的工作伙伴 然后 好 然后 我讲一下 我也感谢我的家人 还要一直陪我的 Yuna 然后 最后 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最后想要 想要说一下 就是说 我想对我 我的观众说一下 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有多少 可能 可能非常的少 因为 也许是我选择这条路 必定会吓跑很多人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 我知道你们都在 一定在 也许在现场 也许在电视机前面 我想说 可不可以让我们成为 我们彼此的信徒 然后 我们一起走下去 我会带你们 看一点别的 看一点有趣的 看一点新鲜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恭喜 恭喜最佳剧情长变一家子 而姑姑叫 请大家留步 金马五九在今天圆满落幕了 那希望明年呢 是金马奖的六十年 即将迈入六十岁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创作 做出更多好的作品 金马六十明年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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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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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